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亦是萬聖節 說的是萬聖節通常裝鬼裝馬 都頗有氣氛 未知今晚香港各區的情況如何 看看鄺俊今晚會不會出街看一圈 另一箱繼續緊守崗位 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昨晚旺角發生倫常血案 據報有個男子多處中刀 報出那個升降機 結果是半昏迷宋軟 而兒子涉嫌商人被捕 整件事是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業說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俊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話說旺角發生倫常血案 竟然是疑似搬屋的問題發生爭執 男子涉嫌在母親面前將繼父斬至重傷 報導幾內問題到了旺角發生倫常血案 警方接報金林街4號廣原大廈一名保安員報警 說發現有個男人滿身鮮血離開大廈的升降機 救援人員到場 發現事主的胸口 前臂 手腕等多處都有刀傷 陷入半昏迷 立即為他急救 再將年約50多歲的事主送往伊利莎白醫院救治 據悉情況慎為嚴重 仍然在搶救當中 警方在大廈裡拘捕了一名年約20多歲的男子 中房單位懷疑因為搬屋的問題 兩父子在單位爭執 期間有人聖怒 突然搜集一把陶瓷刀向繼父施襲 當時他的母親亦在場 曾經嘗試阻止但亦被刀割傷手 據悉那個家庭三人都是越南裔的 話說警方就說被捕男子22歲 男傷者54歲 而49歲的女傷者就是被捕人的母親 話說在昨晚10時24分保安員報警 就說在地下的電梯大堂發現男傷者受傷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經初步調查 相信被捕人與男傷者因爭取而爭執 其後被捕人懷疑以長約20厘米長的刀 襲擊男傷者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最初的事件來自保安員報警 話說有個保安員看到男子滿身鮮血地 報出升降機 結果在調查下發現他被自己的計指所傷 原因曝光 竟然因為疑似搬屋的問題 因昨天他們剛剛搬到這個單位 未知是否因為瑣碎事而吵架 結果竟然是納刀傷人 繼指襲擊父親的時間也弄傷了母親 結果都是送院搶救當中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北角的宮下有個中年婦人 工作期間暈倒了 昏迷送院搶救 報道的男人提到 在昨天下午 北角的長華工業大廈 一名姓吳 56歲的女子 在工作期間突然暈倒了 不省人事 她的同事見證立即報警 交互員接報港底 將姓吳的婦人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當時她仍然陷於昏迷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據了解事主本身任職民員 昨天中午出外購買豆漿回公司 連同麥皮一起吃 其後感到頭暈 並出現了輻射和嘔吐 曾經向同事表示不舒服 到下午三點多 同事發現事主在自己的座位之上 失去知覺 於是報警 據悉事主送院過後 被診斷為腦暴出血性中風 正於東區醫院留意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希望這位女工人能夠大報 說她的症狀相當嚴重 昏迷送院 據報她買了豆漿 連同麥皮一起喝一起吃 都很平常不過 不過其後感到頭暈 又輻射又嘔吐 甚至已經和同事說不舒服 不過到下午時 情況惡化 在自己的座位上失去知覺 另外也提到這宗新聞的進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昨天元朗平山吊臂車混鋼筋 而淺歐擊中了南工人的頭部 當場不治 報導的內文提到 元朗平山在昨天發生奪命工業意外 一名70多歲的吊臂車司機 搬運鋼筋期間 被一扎鋼筋跌下來摘中了當場身亡 家人接到惡號後 趕到現場了解 期間她的太太和兒子哭成類人 消息說死者是吊臂車 73歲姓奴的司機 是一位自僱人士 昨天她接單到上旨 一個鐵廠工作 期間她拿著吊臂車 吊起大約兩噸重的鋼筋 初時吊臂如常吊起一批鋼筋上車 不過當吊到第二批鋼筋的時間 期間疑似吊臂車的吊勾 說是脫了勾 說被吊運的鋼筋隨即鬆脫 擊中了聖盧男子的頭部 讓成慘劇 死者的兒子透露 爸爸分別和前妻還有現任的妻子 欲有四名兒子 從事吊臂車司機多年 都可以說是駕駛了一輩子 經驗老道明白想下課的時間 要站在哪個位置 所以相信這次是基檢故障 導致意外發生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怨死者案式 據報是老師傅 經驗老道都可以說是駕駛了一輩子 這個吊臂車 不過意外就是防不勝防 據報估計是和基檢故障有關 另外也轉向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正駕駛的士去觀塘 乘客就說 秘訣那裡寫了八五 即是要八五折 的士大哥氣得開人傳上 不過反而被人罵 報導機內 問到事主在Facebook群組 的士司機資訊網 是上載了三張照片 其中一張顯示自己 駕駛這個正駕的士 由大角咀的亮延居 前往觀塘的 鴻圖到42號的 華寶中心 但被註寫有85這個數字 相信要求是 百五折的士接載 另外兩張照片就是涉事的 男乘客 就沒有打格子處理的 事主指 車費應該是一百零三元 但乘客就說 備註了 整天都是這樣下單 事主沒有交代 最後收取了多少的車錢 但如果經過百五折過後 車費經試寫五入過後的價錢 是88元 換言之 這位的士司機 收少了15元 多名的網友批評 攝氏的乘客表達不清楚 笑問 體標是否加85元 即是你寫85 也有人說 師兄見你出正駕先接你 你備註85 玩人嗎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亦是最新的網絡熱話 話說有個的士大哥 就載了這個乘客 乘客在一個備註欄上 寫了85 這個數字 到了之後才說 我寫85 等於我要85折的士 鐵文最後沒有交代 究竟的士司機收多少錢 不過的士司機做多了一步 就是把相關照片放上網 放了那個人的樣子 放上群組 直接打開別人的樣子 結果事件迎來一個風向逆轉 有一班人拆司機 一班人認為司機不應該把別人的樣子放上網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路友機 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今天萬聖節 不知道晚上 香港的市況如何 那麼礦仔晚點出街 看看情況 再和各位網友回報一下 其實和香港的經濟都息息相關 接下來又說取消黑馬 會不會有更多人 都不留港消費 不上深圳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